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百年来 2020年年初 在北白俄村东面靠近峭壁的台地 考古工作者对于处周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群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青梨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 在这其中 青铜器的数量更是高达一百多件 它们造型别致 制作精美 包括著有名闻的铃器 精致的女性化妆盒 还有存留着两千多年前国酒酒叶的铜铜铜铜 根据发掘清理的结果 考古人员推测 北白俄的遗迹 是一处周代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令人震惊的是 在已经发掘的九座墓葬中 竟然有七座墓葬的形致 带有部分商代的时代特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究竟埋葬了怎样的一群人 2019年4月的一天下午 园区县北白俄村的文保员杨小胜 正在家中看着电视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 打破了午后的平静 电话那头 园区县文物局的工作人员 让他马上赶到村子的东面 来到现场之后 杨小胜发现 公安人员正在让嫌疑人 指认作案现场 作为本地人 杨小胜这才意识到 原来村子的东侧 还隐藏着这样一处 村民们完全不知道的古代墓地 其实通过文物谱 2017年开始 原区县文物局就已经委派人员 在附近巡视职守 文保员杨小胜 就曾在北白俄村的西南面 发现过几个规模很小的道洞 上报给文物局之后 村子的西南面 全都是成为了 给人家的 而且有其他人 是在纽纹 这里是青岩不来的 这里也不知道有什么 不知道原来人家 从这岁后边挂过来 一到晚上才没人 水泥都不出来了 冬天天冷 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有目 就在公安机关 对北白俄村盗墓案件 进行侦破的同时 考古部门也接到了 省文物局的通知 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喉马工作站的工作人员 杨吉云被派往北白俄村 进一步调查与了解具体情况 2019年6月初 杨吉云从喉马出发 驱车80多千米 来到了运城市园区县 北白俄村的被盗目的现场 原先的稻洞已经被回田 杨吉云在现场 仔细观察了地表遗留状况 进行图片记录之后 他还对附近进行了走访和调查 就在这次调查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 田地里显露出的一些灵星的桃片 引起了杨吉云的注意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 遗迹中发现的陶器和陶片 是确定年代范围最直观的依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口言 口言有的是翘的 有的是平的 有的是折的 大概根据它的气形 比如它这个尖是怎么回事 它都有变化 主要是从这些上面来 找这些桃片看一看 我初步认为时代大概就是 但是西州到东州 时间跨度将近八百年 北白俄墓地到底属于哪一个具体的时代 埋葬的又是什么人呢 带着疑问 杨吉云先将勘察结果汇报给了上级部门 在接到上报材料之后 山西省文物局很快做出决定 对北白俄墓地开展进一步的保护工作 组织人员进行勘察 摸清周围墓地的范围及情况 为抢救性发掘 做好前期准备 就在北白俄墓地被盗后不久 园区县公安局就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追缴回一批青铜器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在他们盗掘的这批文物中 有八件青铜器出自北白俄 根据这个情况 公安机关立刻与杨吉云取得了联系 我们去了公安局 然后看了看着 这八件铜器主要包括了三件顶 三件轨和两件壶 然后当时我们这个现场 根据它这个气形 根据铜器的文饰 我们出发它就两周之际的一个 这么一批东西 在此之前 根据北白俄现场地表的陶片 考古人员判定 墓地的年代范围为西周至东周 时间跨度将近八百年 在看到这批被追缴回的青铜器之后 杨吉云将陆地年代的时间范围缩小到了两周之际 即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这一时间段内 更重要的是青铜器的规制为三顶三轨 这个信息透露出了被盗物赞物主人的等级 用党制度呢 其实在我们考古界也是有很多人在研究 包括我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按照维线记载 过去是天子九党 诸侯七党 江大夫三党 这个试试一党或者叫特党 考古人员对北白俄墓地的年代 初步判定为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之间 在这个时间段里 周天子仍旧保持着权威 列顶制度也执行的比较严格 鉴于用顶的情况并不常见 根据顶的配置情况 考古人员可以初步判定墓葬墓主人 相应的等级地位 这个三顶一出来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对于墓地 它的身份等级就一个大概的认识 因为三顶一般咱们都认为是世代副级别 被追缴回来的青铜里契 透露出明确的信息 北白俄被盗掘的墓葬 是一座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之间的 较高等级的贵族墓 一直互相上下 北白俄墓地所在的园区 在东周时期距离周天子所在的络翼 距离只有七十多千米 在这里发现的同时期贵族墓地 具备十分重要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 但是盗掘行为已经对遗迹和文物的安全 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抢救性的发掘和保护刻不容缓 2020年2月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白俄考古队正式成立 杨吉云担任领队职务 很快考古队就来到了北白俄 进行发掘前的考古勘察工作 经过勘探 考古队在已经发现的稻洞附近 探查出八个物丧 其中有六个物丧带有被扰动的痕迹 剩下的两个情况不是很确定的 对物丧年代和属性的判断 队员们都满怀期待 等待着发掘的开始 2020年4月5日 在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正式批准后 杨吉云带领着考古队的工作人员 开始对北白俄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结合之前考古队从各方面综合获得的信息 他们决定先从被盗情况最严重的M4号墓开始发掘 因为这座墓葬被盗比较严重 考古队员们一开始并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 在M4号墓墓葬开口的东北角 考古队员首先确定了盗洞的位置 接下来发掘工作就从盗洞的区域开始向下进行 因为这座墓葬曾经被盗局 所以工作的进步开展的比较迅速 2020年5月28日 在距离地表8.2米的地方 考古队员发现了墓坑四边的二层台 这二层台就是在墓地里面 果和墓壁之间有一个土台子 这个土台子在考古上我们专业术语叫二层台 二层台根据土质分了两种 一种是生土二层台 一种是熟土二层台 继续向下清理 考古队员发现 稻洞自东北向西南 贯穿了整个墓室 导致棺果盖板被完全破坏 这让在场的考古队员的情绪 变得有些低落 果不其然 在之后的清理中 队员们只在果盖板下 发现了少量的玉石和桃珠等陪葬事物 就在这时 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墓室东侧棺果的底部 一个土坑显露了出来 整体呈南北向不规则的椭圆形 土坑内部队员们清理出一具狗的骨架 当时发现 这个地方居然有 当时有个小坑 没当它是腰坑 结果清理的时候发现有悬狗 我们说这肯定是腰坑 作为一种古老的藏族 腰坑藏 广泛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古人在墓室底部靠近中央位置 向下挖出一个小型坑穴 因为它的位置通常位于墓主人 尸体腰部以下 所以被称为腰坑 古人会在腰坑里面放置随葬品 也会将狗埋入腰坑殉葬 大家一般普遍地认为 这个是生日的一种埋葬习俗 在过去早上晚上都有发现 当然在二里头也有发现少量的 考古发现表明 殷商时期十分流行腰坑和训狗的藏俗 甚至成为考古工作者 辨识山目的一个参考标准 但是从陶片和被盗青铜器来看 北白俄M4号目 是一座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的墓葬 时间比殷商时期晚了几百年 周大的墓葬里 怎么会出现商代的藏俗呢 疑惑困扰着考古队员们 难道说M4号目中出现的腰坑 训狗只是北白俄墓地的一个个案 北白俄墓地发掘的第一座墓葬 是M4号目 几乎就在同时 2020年5月4日 考古队员对编号为M2号的墓葬 也开始了发掘清理工作 相比于M4号目 M2号目的规格较小 墓口长5.5米 宽4米 深度在10米左右 令队员们感到忐忑的是 这座墓葬也被盗取过 墓葬结构很可能已经遭到损毁 墓中文物的保存情况 不容乐观 随着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 倒动也一直没有消失 这让队员们的心理 变得多少有些不安 珍贵的文物没有露头 倒扰留下的痕迹 却时不时地映入眼帘 但是考古的魅力 有时就在于不经意间的峰回路转 随着清理的进行 谁都没有料到 墓室中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 令人振奋的情况 发送他离得有十来厘米高 结果我们撑下去 发现同气了 当时就这个心情一下就反转了 二号墓就是当时很高兴 虽然被盗了 但是这个还是剩下东西来的 通过清理 考古队员在M2号墓 墓室南端的棺果间 一共发现了十件青铜底器 包括铜顶三件 铜许两件 铜盒一件 铜盘一件 方移一件 和圆弧两件 这些青铜器按照大小和形质 自西向东一字摆放 铜器表面和墓室的四周 还清理出散落的铜鱼 灵 石碑 等关照事物 在果盖版的东南角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 桃利 尽管M2号墓里 保存的文物众多 但是墓主人的尸骨 保存状况却很差 考古队员只在棺果的西南位置 发现了墓主人残留的足部植骨 最让队员们失望的是 十件青铜器上都没有发现明文 墓主人的具体信息也无从得知 但是根据墓中出土的三件铜顶 考古队员还是可以确定出 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因为二号墓虽然被盗了 但是它这个铜器保存的还算是 比较多的 身材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认为它跟四号墓 这个级别都是差不多 都属于这种贵族墓 当M2号墓的清理工作 接近尾声的时候 考古队员再次在墓底 发现了腰坑 坑中有驯狗一具 结合之前的M4号墓中 发现的腰坑和驯狗 证实了这种现象 在北白鹅并不是孤立 而这种带有商代风格的藏士 让队员们对北白鹅M4号墓 和M2号墓 墓主人的身份有了一个猜想 他们会不会是商人的后代 英移民 所谓英移民 指的是原来生活在商朝的核心区域 与商朝关系密切的人群 商代灭亡之后 他们被周天子或分封或迁徙 例如位于河南商丘的宋国 第一代国君 就是商周王的兄长威子齐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殷商移民 被周天子迁往各地 繁衍生息 但是 出现腰坑和训狗 并不意味着墓主人 就一定是商代移民 因为在考古发掘中 人们同样发现过 在明确墓主人 不是商人的情况下 墓葬中也会出现 腰坑和训狗的现象 今年在河南的当方高厂 那边就发现了很多战国的墓葬 那战国我们知道是迹象 而且里面出土的枪团器明明明明明显显示 它就是迹象周人 那它这些墓葬带药康 那么 北白俄墓地的主人 究竟是不是殷商的移民呢 在北白俄墓地已发现的八座墓葬 发掘完毕之前 谁也不敢倾下结论 伴随着考古队员忙碌的身影 时间不知不觉 进入了2020年的夏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北白俄墓地的前期勘探中 考古队员曾经在M2号墓 相隔不到两米的探方里 发现了一处遗迹现象 人们一度猜想 这或许是一座车马坑 考古队员随即对这处遗迹现象 进行了钻探 车马坑的深度一般要比物葬浅 钻探的结果表明 遗迹深度超过了5米 这意味着此处遗迹并不是车马坑 而是一座比M2号墓和M4号墓 规模要小的墓葬 考古队员随即将其编为 北白俄墓地的M3号墓 仔细观察M3号墓的位置 考古队员发现 它和M2号墓的距离非常近 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打破关系 换句话说 古人在修建M3号墓的时候 应该对近在咫尺的M2号墓 心知肚影 因为它没有打破关系 如果它一般存在打破关系的话 它可能就有个早晚关系 咱们现在普遍认为 当时可能在墓地管理上 它有专门的人员去管理这个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队员按照流程仔细地清理着目视 在关果间潮汐的中部 清理出了一件青铜器 铜鸽 这是北白俄墓地发现的第一件兵器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 考古队员推测 M3号墓的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男性 2020年7月20日 考古队员在清理M3号墓墓室果盖板以下的填土石 一件青铜鬼暴露了出来 让现场所有人感到惊喜的是 铜鬼的内地上 看起来存留有密密麻麻的名文 这个发现瞬间令整个考古工地位置沸腾 具体谁发现的 应该还是咱们技工师傅 当时我就在 因为M3应该是张月红师傅请理的 当时他看见了就跟我说 然后我就赶紧下去看 确实有名文 青铜鬼上名文的发现 是北白俄墓地考古队发掘以来最大的收获 在死之前的工作中 考古队员认为 北白俄是一处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之间的家族墓地 单个墓葬中出土的三件青铜顶的器物组合 说明墓主人至少包括士大夫级别的贵族 而墓葬中多次出土的三件青铜顶的器物组合 出现的商贷风格的腰坑和训钩 又意味着墓主人有可能是殷商的移民 但是所有围绕北白俄墓地的推想 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考古学证据 青铜器上的名文 无疑是解开这些谜团的一把最有力的钥匙 这让领队杨基云和曹俊感到 自己和同事们几个月来的风吹日晒终于有了回报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从明文里得到更多的信息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也还有一次 是这个山西大学的这个 陈小三博士去了 陈小三博士去了以后 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在认字呢 结果他就认出 这不是殷疤师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西周王朝里面有殷八师和西六师 这都是这个周王直接通知的部队 殷八师就住在洛阳 那个西六师呢 住在这个周园分后 在青铜轨上发现殷八师的字样 令考古队员十分兴奋 尽管全部的名文 还要等到实验室清理阶段 才能被试读出来 但是仅仅殷八师这三个字就意味着 北白俄M3号墓的墓主人和他的家族 不是一般的贵族 他们可能与周王室的精锐部队 有着紧密的关联 2020年的7月底 考古队员仍然顶着酷暑 奋战在北白俄考古工地之上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发掘 人们不断探寻着北白俄的秘密 从商代风格的腰坑和训狗 背到墓葬中幸存的十件青铜器 直到带有名文的青铜轨 考古队员在一点一点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在之后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工作中 还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